啊 那誰啊 故人在屋內痛苦叫喊 警方拿著衣架 升到破損的窗戶裡勾東西 不斷挪位置終於成功 急忙那些鑰匙就往前門跑 遇到里長 趕緊將鑰匙递出去 把門打開要救人 他沒有鑰匙 所以他也沒辦法進去 後來那個劉女士就 也是一直傳那個那個LINE LINE一直給那個長照說 他沒有吃東西 整個人臉色都一直 頭很不舒服 事發就在台中豐原 一名61歲的劉姓生長婦人 患有糖尿病 長期臥床 丈夫外出工作 加上照顧她的居家照護員 新酒交接 卻忘了換主家鑰匙 導致新的照護員無法進入 里長街獲消息趕緊報警 警方利用衣架勾取鑰匙 順利進門 才化解這場危機 一直看一看 中央也看了差不多一二十分鐘 還有時間 不太容易就對了 富人終於看到大家 也連忙道謝 經攤爬窗戶 勾到鑰匙後 順利開門進入 他便機動的呼喊 並向員警進禮來表示謝意 讓處理的員警被趕窩心 警方集中生智 將掛在鐵窗上的衣架 折起來勾取鑰匙 里長也一併請鎖匠開鎖 兩個方式同時進行 趕時間要開門 索性進到屋內 看到富人沒事 警方跟里長才放下 心中大石頭 TVBS新聞陳述顯量 反映台中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等你喔